最專業的房地產知識 都在好房網YouTube頻道 馬上訂閱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新北有三重跟板橋 最熱是三重跟板橋 那桃園呢 桃園有三個 桃園有三個 桃園 中立跟桃園區 這三區是最熱的 台中在北屯 對 台中北屯 那其實這幾個區域像桃園 我們看到第一名桃園龜山 就是目前它的A7 從那區非常的熱 對 所以它那邊的吞噹量 也相對是大 我有個同事才剛在那邊買一間房子 真的 竟然買了三十幾萬一瓶 還有 好貴 對 目前看到它 龜山區整體大概就是28.8萬 大概最平均 所以它是買在合理房價嗎 就是差不多 看起來差不多 對 上個禮拜才有新聞出來 龜山這邊的平均房價 已經拉到三十萬起跳了 對啊 所以它買個三幾 我還跟他說怎麼買那麼貴 他說 君姐 都那麼貴啊 我如果要買29我找不到啊 超貴便宜的啦 他是買預售屋啦 蠻幸福的 所以他說都是這個價錢了 對 應該二字頭很難找 很難找啊 他跟我說很難找 那台中就是北屯區 我們剛好講過 它的交易量一直都是蠻大的 因為它區域內的重劃區 也相當的多 所以它去年一整年也有4136戶 其實也是交易量也是算 也是蠻大的 對 那桃園中壢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青埔嘛 青埔其實就是在中壢 青埔就是在中壢 對 它其實就是在中壢跟大園的交界處 所以那一區其實最近也是很熱 對 那一區據說假日會塞車耶 你可以想像嗎 以前我們都覺得 那地方風吹草地界牛羊 一片荒芜喔 除了一個棒球場之外 還有一個高鐵站 其實沒有什麼生活機能 之前是這樣嘛 但沒有想到現在假日會塞車啊 好像那邊有Outlet啦 什麼水族館啊 現在慢慢生活機能慢慢變好了 對 所以也吸引蠻多人 假日會去那邊看 而且我聽說國胎在那邊 標了一塊地對不對 對 要搞墨啊 對 國泰置地 對 所以那地方也會有Shopping Mall 是 不是走Outlet喔 現在也會有Shopping Mall 所以那地方好熱 所以那地方現在我聽說是五 五字頭 對 玉書屋都開在五字頭了 好 那桃園的桃園區其實 就是就是區 對啊 就是就是區嘛 大家會比較知道 就是中正英文特區啊 中路重畫區等等的 其實都是在桃園 桃園的老一輩的有錢人住的地方 對 算是桃園的天龍國吧 那就是桃園老一輩有錢人住的地方 對 都會住那裡 那新北我們看到三重 就是三重跟板橋 算是新北是距離台北市的第一圈嘛 因為它過個橋就到 那它也有幾個重畫區 像三重的部分就是二重書紅道 二重書紅道 那板橋就是 一個公園 對 很大的公園 對 那附近也很多的那個地 目前就是正在褪岸中 對 那板橋的部分的話就是 江翠北側重畫區也是 就是新北的天龍國 對 所以這兩區的交易量其實也還蠻大的 那西屯就不用講就是七期嘛 七期那邊 對 就交易量也是很驚人 大概有兩千戶以上 好 所以這是最熱門的地區 對 好 那西屯現在平均的單價呢 已經平均單價 平均單價已經差不多看到五了 對 那板橋當然是站穩五了 深距離我想應該不止了 對 那三重呢也應該差不多在五 桃園 桃園我就比較不熟了 但是我知道那個青浦 現在很多預售屋的開 我們講的是預售屋的開 都是在五字塔 超版首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防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防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